- 寶可夢卡牌遊戲的代言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柏鴻 非常開心能夠擔任寶可夢卡牌遊戲的代言人 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第一次見到這麼盛大的 寶可夢卡牌遊戲的比賽 那因為今天現場有100個人來參賽 所以我覺得自己就覺得很期待 然後很興奮 那對我來說玩這個卡牌遊戲就是 不斷的在回憶自己以前很喜歡的寶可夢 然後又可以看到很多新的寶可夢 今天拍攝起來就覺得很過癮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喜歡玩桌遊的人 那我覺得寶可夢的遊戲卡牌 它是非常非常細緻 然後有非常多不同的類型 然後很多種的寶可夢 所以你自己在玩的時候有各式各樣的組合 它在各種規則上面可以有很多的變化 然後就可以自己玩出自己的風格 所以它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進階版的桌遊 所以我覺得每一次玩都會有一種新的體悟 對所以希望自己可以在這個遊戲卡牌的部分 不斷的精進 最喜歡的寶可夢卡牌就是皮卡丘V 那我聽說他們為了要得到這張皮卡丘V 開了100多盒 所以這張超級超級珍貴 然後它的功能如果是用到這個雷電炸彈的話 基本上是所有比較強的寶可夢 都會被立刻棄絕的 所以這是一張非常珍貴的卡 如果你擁有它的話也是非常非常幸運的 我覺得因為大家從小就有看到這個卡通 然後又有玩這個電動 所以玩卡牌遊戲就是有點像是 你知道把電視裡面或是電動裡面的寶可夢搬到現實 然後你可以自己想辦法出招啊 自己培養新的寶可夢 然後讓它可以進化 讓它可以攻擊真正的對戰 然後你可以真正擁有不同的寶可夢 所以那種很扎實的擁有這些寶可夢 我覺得感覺是非常非常棒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體驗 然後再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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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